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射疫苗 它意味着我们的疫情很快就结束 因此也表示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生活都会回到正轨 我期望赶快恢复正轨 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回到学校正常的生活以及学习 并且恢复他们正常的社交 其实这段期间小孩真的是缺乏很多的社交活动 所以我也就继续的鼓励我的儿子参加射箭俱乐部 其实在美国射箭这个运动 在他们的学校是没有射箭队的 他们学校的校队就有网球队 篮球队 足球队等等 因此我儿子回到美国就参加了一个俱乐部 或是找一个诗人的教练继续的持续他的射箭运动 他是从小学六年级回台湾的时候 校长邀请他参加射箭队 那因此六年级国一国二都是射箭队 那射箭这个运动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他培育小孩的专注力以及他的耐力 同时在他们训练的过程里面 小朋友其实不断的自我调整 并且在当中必须要学习如何的去帮助思考自己射程的技巧 因此我小儿子也跟着哥哥的脚步 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参加射箭队 那现在他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射箭手 在美国这段期间我就陪着儿子 跑了几种不同的射箭场 通常他们的射箭场有分两种 一种是室外的射箭场 另外一种是室内的射箭场 室外的射箭场就是比较属于公立的 因为是范围比较大 通常都设立在大型的公园内 那小型的射箭场 譬如私人的室内的 那就是需要付费 付费的射箭场 它的射程大概就是20公尺到30公尺 那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射箭场都各有利弊 然后当然在美国的射箭比赛 有分室外的射箭跟室内的射箭 因此这一次我想带大家去走一走这些射箭场 在疫情没爆发之前 这个射箭场是我们常常来练习的地方 是一个标准的射箭场 所以它的长度最长可以到100公尺 目前它们射的是70公尺 那旁边戴白色帽子的就是教练 那教练正在指导我儿子射箭 这个射箭场因为是标准的射箭场 所以每一年都有洲际的射箭比赛 这个射箭场可以容纳30百人 周际比赛通常是加州南北各地的人 都会来参加比赛 第二个射箭场是在Orange County 这个射箭场就设备不错 因为这个环境应该是居家的生活水平满不错的 所以它的设备很好 它有棚子 那因此从右边到左边每一个射程都不一样 从最近的射程10公尺 20公尺 一直到左边的100公尺 我儿子他们这一组就是射60公尺 70公尺的射程 所以都会在靠后面一点的地方 这一堆的射手就是我孩子的俱乐部的小朋友 这里虽然设备不错 可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每一个人在一次的射程当中 只能射六把剑 那六把剑是同时在一个时段射 可是在这个时段里面 你必须要等其他的人全部射完了 他们才会一起出去拔剑 因此有一些比较老练的射手 他就会很快就把剑都发出去了 就算他很早射完他手上的六把剑 他也必须要等其他的人一起去拔剑 对一些比较老练的射手来说 是蛮浪费时间的 在这个公园里面 因为他的场地剑平非常的大 所以送完小孩射箭的同时 我也就到附近走一走 这是其中在公园里面的高尔夫球场 加州的天气晴朗的机会很多 大概一年360天都是好天气的 这个区域的设备是不错 出来周周的时候 这里就很多的小动物 松鼠就是非常的可爱的动物 他们是不怕人的 而且很喜欢靠近人 也许这里的人都会喂他们吃食物吧 并且他走近我的时候 是很想跟我要食物 不过因为我没有带任何的食物 你看他一直对着我望 期望我给他一点食物吃 这是我的脚 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喂他 所以他也只好走了 这个是整个公园中的生态公园 这个生态公园每一年都会有帝王蝶飞回来 在这里下暖 所以算是一个很棒的生态区 带你们走一趟这个生态区 他们的生态区都保持蛮原始的状态 走完了这一趟也就出来了 我很喜欢陪伴我儿子去练剑 并且看着他射剑 看他射剑的同时 其实也提醒我圣经的一段经文 这好像上帝是那弓箭手 而我们都是弓箭手手中的那一把剑 而弓箭手必须要每一天都磨掉我们这把剑 并且将我们藏在他的剑袋中 其实对弓箭手来说 每一把剑都像他的生命一样 我记得以前在台湾 听一些弟兄分享他们当兵的经验 他说每一天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要磨亮他们身上所佩戴的那把枪 而且要谨慎的去检查 因为枪就有如他们的生命一样 保护自己的生命又可以杀敌人 当上帝使用我们是他的见识 他就视我们为宝贝 他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方式来磨炼我们 让我们经常的预备好自己 等着他使用 并且随时可以上战场 在我的服侍过程里面 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也是常常提醒自己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预备 虽然我不知道我今天的预备 是不是明天就可以被使用 但是我总是预备预备 到时到后 上帝抽出我这把剑的时候 就可以被他使用 因此无论做任何事情 我就是专专心心地去学习 专专心心地去做 只一个例子吧 就像疫情杂技 当我决定透过这个疫情 来做这一系列的杂技的同时 除了帮助我 转移我的一个焦虑 跟转移我的情绪 跟注意力的同时 其实我也是提醒我自己 透过疫情杂技 再一次的学习 如何的琢磨我自己的口才跟口语 因此我就要求自己 不打草稿 就是单对着相机 手机来述说 里面的这些感动 当然我不是一次就录得OK 可能短短的十分钟 我要录上几个钟头 因为讲一个字错了 我就开始从头再录过 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 不断的修剪 不断的删除 不断的修剪 不断的删除 一直到觉得OK为止 虽然不尽人意 虽然并不能百分之百的perfect 但是我追求更加的完善 更加的完美 让我自己可以像那把剑一样 被琢磨的发亮 也盼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态度 一起去学习 让我们都成为那发亮的剑 总是被上帝宝贝的藏在他的剑袋里 到时到后上帝必冲出来使用 也谢谢你一起观赏 底波拉一群杂技 谢谢你过去这一百集的观赏 也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盼望我这一百集 对你有所激励以及帮助 再次的跟你说谢谢 愿上帝祝福你 赐福你 愿上帝扩张你生活 以及属灵的领域 我们有机会再见 请不吝点赞